今天要討論這間餐廳 我會說是一間開在地鋪的私房菜 待會看看裡面的裝修和菜式 你會明白為何這樣說 雖然地鋪繼續走這個方向 走多50米再轉右就是灣仔的VTC 但這個位置不但遠遠不算在大街大行 即使現在是晚上6時收工時段 但整條街的人流是水淨鵝輝的級別 換言之雖然地鋪但很少街客會走進去吃飯 因為老巴薩廚房有不少菜式 尤其是招牌菜是要預訂的 所以老婆訂完後 順手訂定幾款外府外母點名要吃的菜式 包括一份動線油和半份海南雞 配合一鍋香草飯和四位肉骨茶 這三道菜式加起來已經$1238 兩老是聽著灣仔的朋友推介 找回這間在香港算是很少有的 以星馬菜作為主打的餐廳 他們說吃過以前的老巴薩 這間是新的 以前什麼環境我就不知道 但這間的裝修都算是挺低調的 我猜是不是應該做一些翻身工程 所以這些應該是臨時圍板 因為旺街那邊竟然用假槍封了它 而另一邊長生是用牆紙 確實被人批出很多個槍的圖案在上面 如果不是翻身 我也很難想上一間 價位不是親民路線的餐廳 但我裝修竟然是這樣的 星馬菜是在我認識不太多的領域 而香港也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星馬菜餐廳 大家現在一邊看看餐牌 我一邊說一些以我認知的星馬菜的淵源 話說以前賣豬仔賣去南洋 其實很多時候賣去星馬一帶 這些勞工就順手將華人風味帶到當地 當中有不少比利的人是來自福建 亦有不少潮山地區的人 這兩個地區的飲食傳統 都會影響了今時今日星馬一帶的飲食文化 同時又結合了少許印度菜使用香料的習慣 所以那裡的菜式看起來好像有點似曾相識 但吃起來往往帶有少許偏辣的樣子 當年的華人二汶 他們在星馬落地生根之後 不能是跟當地人通婚而生出來的混血後裔 還是同族通婚成為土生土長的華人後裔 他們當中男性就被稱為爸爸 女性就被稱為娘爺 即是從華語的阿爸和阿娘 轉換過去的馬來語蟹音 老巴薩這裡主要是吃娘爺菜和東南亞菜 巴薩即是介於市場、市集的意思 我們對上一次去旅行都兩年前的事 是去土耳其 那時又去伊斯坦堡見識一下 這間有超過六百多年歷史的Gran Bazaar 不過現在早就變成了一個專湯遊客的地方 對啦 Bazaar 即是巴薩 那天吃完老巴薩的出品 但的確挑起了我們對星馬賽的興趣 不過他們可以實際飛去當地體驗一下 我想還要有排斥 但你的IP Address 飛去那裡 這層就簡單很多了 說的就是Nord VPN 在今時今日這個大環境 就安裝一個VPN旁邊的身 就像汽車維修完 代造一個士巴拿在身 那樣理所當然的事 它可以隱藏你的上網路徑 好處是 任何人都不可以通過你用過的IP Address 去追蹤到你所有的網絡活動 包括你在Google找過些什麼 看過些什麼等等 而看Netflix 都不會再有地位限制 你想看哪個國家的Netflix內容 都可以 最重要的 不當然可以有效防止多黑客入侵個人私隱 而Nord VPN 是很簡單易用的 只需要一個帳戶 所有電話、電腦、平板等 通通都可以連結到 在下面資訊欄的連結 選購Nord VPN 用PerfectEAT 這位碼還可以即將二七折 沒聽錯是73%折扣優惠 額外還有一個月折扣 先來看看第一道菜 這個花雕醉鵝肝 配上幾塊餅一起上 全份有兩塊 這樣為之半份 將一件割開四個人分 每片都是厚切 是平時香煎鵝肝的厚度 凍食的 酒香很足 沒什麼內臟味 我猜可能再加上少許玫瑰 一起浸泡 香味是入到鵝肝裏 算是已經中和了不少油膩的感覺 但吃下去也像咬一塊雪凍香牛油 它沒有渣 一入口就化了 但咬幾淡 都開始有一種夠皮的感覺 這樣的厚度 如果你不想浪費了 其實你連一塊餅吃 會容易入口 但我覺得每人份量 其實減半都OK 接著繼續是冷盤 就要預訂的 裹一份老巴薩 凍鮮油 整顆火箭斬件上台 沒想到它是這樣的尺寸 幾乎有前臂 但抽食放上台 都難怪是要預訂的 升馬菜當中有不少文化 你發覺可能都會帶有潮州菜的影子 例如剛剛那裡 有點像滷水鵝肝的俗法 不過它是用酒香 我都當了潮州菜的凍海鮮 凍花蟹、凍烏頭、凍龍蝦等 這份凍鮮油都考功夫 因為魷魚很容易硬 所以一定要用猛火、滾水 用最短的時間煮熟 而火箭油盛在後肉爽蛋 但味道實在很淡 就這樣吃它純食口感 它跟著一款芒樂、好似茄汁 但其實是馬拉酸甘汁的醬 它混了魚露、蒜蓉、辣椒 吃起來酸酸甜甜 但又好微好微的辣 清爽、開胃 很配合這款暖口爽淡的魷魚 和魷魚的不同位置 原來也有味道濃淡的分別 我一開始是吃它的身 覺得淡味道幾乎沒有味 後來吃它的頭 它有很腥味的海水的鹹鮮味 而吃它的酥、口感不同之外 其實它也有一點點味 所以雖然它主體是一個味道的再體 是吃口感而已 好不好吃 就要試乎這碗醬是否好吃 其實又或是一開始的鮮油太冷了 放多一會後它暖一點 味道慢慢浮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頭、身、鬚、三角的味道 都有一點點分別 吃了兩道頭盤 之後到喝碗湯了 是我很期待的肉骨茶 一打開的蓋子 整間房間都香了 它一煲大約夠四個人 每人兩碗差不多 即是旁邊分好四碗 是配合油炸鬼一起上 它是我喝過最好喝的肉骨茶 也是我喝過最貴的肉骨茶 四人份量488元 顏色比較淺 這款叫白水肉骨茶 算是潮州人那邊的風味 在新加坡就比較盛行 有白水自然就有黑水 而黑水肉骨茶就算是福建那邊的風味 這款就在馬拉那邊比較盛行 因為用山地去煮 有些甚至會用老抽來調味 所以黑水肉骨茶的顏色是深很多 喝起來都會比較香 而傳說中的肉骨茶起原地 在馬來西亞的巴山 現在還流行喝一款叫乾肉骨茶 即是再收乾水 由肉湯變成肉汁 藥材味更加濃郁 不過這款乾肉骨茶 暫時在香港我都未見過有得喝這一款 以肉骨茶來說 它的湯色算是清的 它藥材味和合到好處 感覺上聞起來比喝起來更濃郁 喝起來是溫和的 易入口的 幾口落肚之後 整身都暖了 冷衣都脫了 白水肉骨茶會加胡椒去調味 但這鍋湯用的胡椒份量不算多 它主要留一陣很輕微的後勁在裡面 帶點蒜香留在口裡 若有些年輕的觀眾聽的名字會誤會 其實它跟Long Island Ice Tea一樣 成份裡沒有任何茶的元素 雖然名字有茶節 而這款湯其實很講火候 因為你加了很多藥材 又村宮又當歸 還有黨參紀致等等 它們煮久了會變苦會變味 尤其是村宮和當歸 它會溶的 肉骨茶湯汁如果用了藥材 它就會變軸 質地都會稠一點 這樣就不夠好喝了 但煮得不夠時間 它又不夠出味 不過說起來 蒜頭煮久了 反而挺好吃 它的蒜味已經化在煲湯裡 而蒜頭本身吸滿了肉汁 吃起來遠遠 是一點都不刺鼻也不難頂 但它煮到的質感 已經溶到幾乎夾不起來 有誰會想到當年的菇菇 喝完就貪它又飽肚又補身 算是比較廉價的肉湯 會在現在演發成一個 這麼有抵運的味道 跟著是三道菜一起上 當中就是另一道今晚 我蠻期待的海南雞飯 逐度來先看這個飯 原煲上的香草沙鍋飯 表面有多香茅、炸蒜、南薑 而一開閨就聞到很香 這些配料可以吃的 那我就不吃了 反正都是用它的味道 來滲入飯裡面 感覺上分佈得挺平均的 飯身咬下去是偏向腌 但它彼此之間沒有黏在一起 同時又帶有少少飯焦的效果 比一般單純就這樣吃的雞油飯好吃很多 很多時候 一些聲稱自己海南雞飯做得好的餐廳 其實都忽略在飯上的功夫 不過也不怪他們 因為你要量產 飯多數是要提前煮 然後焗著它保溫 這樣出來的飯可以有多好吃呢? 有些在顏色上出顧畫 你看起來是很黃 但黃得不夠自然 吃起來一點都不香 至於雞 這裡用的是新鮮龍光雞 需要上市 旁邊還有少少雞肝 雞心 聽聞海南雞飯一開始 用的是海南文昌雞 就由海南人移民星馬 帶來這裡送過去 龍光雞都有它的優勝之處 雞皮薄些 油脂也少些 因為始終新鮮雞 勝在雞味夠濃 但雞肉我覺得可以再嫩滑些 因為始終這裡半隻雞 加一鍋飯已經350元 我對它的要求自然都高 看看還有兩道菜 這裡就是香煎馬有咸魚肉餅 很貼心地 在上菜前已經像薄薯一樣 切好了八份 下面還有些飯在下面墊底 這樣做法真的很聰明 因為可以將精華一滴不漏地吸收 而又不會有些汁浸著肉餅 它外層是煎到微脆香口 內層看到還粉嫩多汁 它能夠吃到好鹹魚那種鹹香梅香 但味道又未至於太濃 即完上去時 它有說師傅用了少許雞油煎 雖然難怪吃起來這麼偉香 比起在月天吃到的鹹魚肉餅 一個好吃到令我對這道菜更改觀的出品 但相比之下我更加喜歡魯巴薩的這個 因為它香 但它有個好就是 它不油 所以面上可以吃多幾口 最後講完這個咖哩牛蝦腩 它的表現相比之下 沒有前幾道菜那麼印象深刻 馬拉風味的咖哩 有時會加少許椰漿 椰奶去炮製 在香辣野味之中 又會帶一些甜香做調節 比較適合我這些 不太吃得辣的人 你看它質地比較稀身 但色落又很綿滑 不像用生粉混合出來的蝦 後來問了職員才知道 原來師傅是用了薯仔去埋蝦 有學到東西了 至於坑腩的火候是符合預期 它入味的軟滑又不失口感 好了今餐飯就這樣了 總的來說 份量似乎是偏向吃遺菜的節奏 如果多些人來吃的話會開心些 我們這樣四個人吃 最後都剩下一些要打包拿走 所以如果兩夫妻來吃的話 我都不知有什麼菜可以點到 好了來看一張單 半份花雕鵝肝150元 麻油鹹魚肉餅288元 黃咖哩牛腹腩300元 再加上訂位時已下的那三個菜 分別是有半隻海南雞 跟飯350元 四碗肉骨茶488元 凍油魚它寫是寫時價的 但如果這樣減完就算到這條是400元 總數連加一是2256元 人均550元左右 好吃的 但真的挺貴 這裡的肉骨茶肯定是我在香港吃過最好的 找不到其他對手 如果你是否推介的話麻煩我們分享一下 海南雞飯 如果說雞的部分 其實某些星級中菜廳的出品不會輸給它 但說到飯的處理 這裡是最肯花心機 兼且效果是好吃的 它的食物質素算是反映在價錢上 即是它的用料是漂亮 出品是好 但價錢的確是貴 試問有多少人肯用這樣的價錢去吃 鹹魚肉餅吃海南雞飯吃肉骨茶 因為這些通常被認為是比較廉價的東西 人們在門口看到餐牌的價錢都走鬼了 所以客流量都說明了 很難是會有街客walk in 進來的這個問題 我們吃的那天是星期一 由六點吃到八點多埋單 整個大廳位置全晚上只有我們一台客 我又收到巴箱裡應該有兩位 雖然這裡我猜是做口碑生意 是做回頭客生意為主的 我是相當欣賞師傅所投入的熱誠 但可惜星馬賽在香港就是這麼缺乏追捧 所以希望牠能捱得住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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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